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国时代 东吴竟也有一支与忍者职能相似的部队 那就是吴大帝孙权亲自创立的解藩军 类似忍者可以凭借水之珠在沼泽地中穿行自如 解藩军是水陆两栖的部队 擅长利用小舟跨越江河 发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突袭 更为可贵的是 他们同样有山地作战的能力 简直就是三国时代的特种部队 解藩军的建立很晚 到仪陵之战前才正式建立 但江东孙氏政权在此前就有了职能类似的部队 那就是名将甘宁的锦藩贼部曲 甘宁早年为道 率领一帮恶少年抢劫为生 经常用紧断装饰的舟船作为抢劫和行动的交通工具 后来甘宁效力皇祖 又投到孙权麾下 建安十三年 周瑜派甘宁率数百人渡江齐席夺取仪陵 为周瑜击破曹人夺取江陵做出很大贡献 建安十八年 在如虚口之战中 甘宁更是率领一百多名死士 国甲贤眉潜至曹操营下 拔掉鹿角冲入曹营 斩得数十首级 令曹军为之震撼 此事在演绎中被描绘为著名的百齐节卫营 但事实上甘宁所使用的却是步兵 当然在接近曹营时 他们有可能使用了马匹进行机动 甘宁两次经典作战 都是以精锐的小部队完成渡江齐席 夜席的任务 这与他早年为道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东吴的兵制是士兵制 甘宁麾下当也多有富于河道经验 擅长小队作战和特种作战的旧部曲 怡陵之战爆发时 甘宁已经去世 面对强大的刘备军 孙权感到颇为烦恼 他需要原甘宁部锦繁贼那样 能够承担各种特殊战术任务的部队 因此命亲信胡宗云各地募兵 胡宗目的六千人 孙权将这支部队取名为解藩 分成左右两部 徐祥领左部 胡宗为右部都 解藩君就如此应应而生 他的名号寓意着战无不胜 能解困威的意思 一陵之战中陆续命士族持茅草火烧鼠军军营 我们可以推测青庄上阵擅长特种作战的解藩君 在一陵之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随后无将尽踪 叛无归位 曹魏封其为齐春太守 数次渡江侵犯 沿江百里皆受害 孙权时解藩君又不督 胡宗和贺齐轻装远袭 在六月盛夏诸其不意发动进攻 一战生擒进宗 既然进宗占据齐春 那么平叛军无论从上游还是下游发动进攻 都应当需要先到齐春对岸 以避开进宗的侦察兵 在利用夏季水涨的环境 渡江发起气息 我们可以设想当江水弥漫到城池下方时 清洁的解藩君战士乘坐小舟 钳制城墙下方 而后从舟上直接攀援入城 秦获叛将尽踪的景象 在对付作战风格清洁狡猾 却缺乏盔甲防护的山岳兵时 解藩君显得如虎添翼 荒雾四年 山岳首领彭齐聚众数万人 攻下东吴多个郡县 解藩都胡宗和鄱阳郡太守周防 联合击败彭齐 将其生寝 除了胡宗徐祥外 孙权也曾将解藩君交给韩当张温统领 韩当在广武二年 就曾负责率领解藩君讨伐丹阳贼 这可见解藩君也擅长在极为险郡山地地形作战 更说明了他是一支中央军 而非某个部邻的部曲 因出征的任务委派亲信武将临时统领 任务结束后收归中央 同样是特种部队的亲国中校军 这支部队擅长骑射 能够批重甲作战 所以能够承担正面对抗任务 屡次在正面会战中击败蒙古军 而解藩君作为轻型步兵 显然缺乏与坚镇正面对抗的能力 只适合执行骑袭 突袭之类的特别任务 或者讨伐擅长在特殊地形活动的蛮族军队 根据三国时代江东兵往往使用刀盾作战的记载 我们推测 解藩君由于对于灵活性要求非常高 应当不会使用笨重的长枪 更可能以刀盾作战 远战时则会使用弓箭 由于他们都是特殊选拔出来的精锐勇士 能发挥出无人轻标爆发力强的优势 因此在第一波突击中攻击力极强 而由于防护较差 解藩君不会选择与重架的敌人长久缠斗 他们的盔甲应当多为轻便的布甲或皮甲 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无甲作战来追求最大的灵活性 虽然是不足 但特殊情况下 解藩君应当也会使用马匹来实施激动 另外解藩君的成员无疑也都是优秀的水手 能够凭借一夜小舟就出没于风涛之中 从水上对敌人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 解藩君的特点也实在与孙吴以水军取胜的优势完美契合了 而张艺谋电影影当中的大都督麾下的死士 同样也擅长成舟行动与棋戏作战 配伞更是刀与盾的结合 那么佩国死士会不会是以解藩君为原型的呢